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现阵热音的正义联盟引发全球网友热议,近来传出是演超人的亨利卡维尔,Henry Cavill在电影拍摄期间被派拉蒙电影公司进刮胡子,因此华纳兄弟只好赤字2500万美金,约台币715500万,使用电脑成像技术重置他的脸。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亨利卡维尔在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所拍摄的正义联盟里饰演超人,但电影拍摄期间,亨利恰好也正在拍摄在拉蒙电影公司旗下的不可能的任务六因剧情需要因此亨利留了胡子,且拍拉蒙禁止亨利为拍摄正义联盟刮去胡子。 因此华纳兄弟只好赤字约台币715500万,动用电脑成像技术CGI去掉亨利卡维尔的胡子。 亨利对此表示,当时我的脸上贴满感应点,几乎快要看不见我的脸,但报道指出,许多观众认为这笔钱花的并不是很值得。 相关影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